日本是台灣旅客最喜歡的旅遊國家之一了 以往一下飛機過海關 總要花上不少時間排隊等待 不過現在過海關可以更方便囉 因為日本從今年8月底開始 針對了春天機場第三航廈 外國旅客可以使用電子申報通關 只要你下載App5秒就可以過關 而現在日本政府預計在2020的春天開始 六大機場全面開放這項服務 到日本賞風景逛神社 少不了吃美食還有購物寫拼 是台灣旅客最喜歡的旅遊國家之一 不過以往一下飛機過海關 總要花上不少時間排隊等候通關 日本在今年8月底開始 針對春天機場第三航廈的外國旅客 可以使用電子申報通關 讓通關更方便 以往旅客入境日本必須填寫申報書 但如果正好遇到有許多航班同時抵達 光是等排隊出關等待時間 就有可能超過半小時到一個小時 其實看起來有點期待 膨脹了 再加上2020年東京奧運即將到來 到時候前往日本的人潮 想必會相當可觀 日本政府規劃多項新設施 其中一項就是簡化入境手續 引進電子申報服務 遊客只要到東京碎關下載App 就可以利用App申報 有多種語言提供旅客選擇 按照步驟填寫資料 就可以完成手續 目前 成田機場第三航廈 已經開放提供外國旅客使用 現在日本政府預計在2020年春季開始 除了成田機場第三航廈以外 會針對國內六大機場開放使用電子申報 包含宇田機場 成田機場第一以及第二航廈 關係國際機場 中部機場 福岡機場 北海道新千歲機場 只要有護照和電子申報裝置產生的QR Code 就可以用電子申報通道5秒快速通關 此外 使用電子申報裝置 辦理手續的過程中 可以隨時修改內容 不過一旦手續完成後就無法修改 也無法使用電子申報裝置重新辦理手續 到時候遊客需要特別留意 確定資訊無誤後再送出 東新聞 黃世錡 陳明漢報導